我觉得我们的同学 从考进滑饭 选择滑饭 他的个体就不一样了 能够让自己一段时间 其实也不是太长的时间 到山林里面去体验 与城市不同的身体感受 春夏秋冬季节的不同 在山上里面感受到人文的不同 我想对于艺术设计创意的 开发来讲的话 是非常有意义的 艺术设计学院最希望培养的 还是具有创意的艺术人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同学能够透过学习 而有自觉性 这个自觉性就能够产生自主性 他开始感觉自我存在 而自主地 自觉地 愿意去面对未来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努力坚持的话 那我们可以确信 这个年轻人一定能够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